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新冠疫情对体育行业的一个影响 限量有大的 首先营业的那个是东京的奥仁辉 2020奥仁辉 就是新冠疫情就是蔓延嘛 就是大家都戴口罩 也不能出门 就是那个lockdown 就是禁足 没办法就是开奥仁辉 即使开了也没人开啊 是吧 即使开了是有Reno Run 这个观众少了 他那个他也不盈利 而且是支亏 所以日本那个安倍把那个是2020那个东京奥仁辉 挪到2021了 他因为那个日本他想办一个最完整最好的认斗会嘛 4K高清转播 5G的信号覆盖 场馆都是新的 他就不可能说这么好的硬件或软件条件 然后观众一个都没有 从经济上算肯定是不行 东京奥仁辉2020转到2021了 但是那个交还是交2020 这是新国疫情对那个奥仁辉的影响大的 小一点就对那个Reno Run Reno Run他对他们的影响 现在这个大半年就是没有什么体制活动 体制赛事嘛 他一个靠那个是成绩 另外一个靠那个知名度嘛 如果长时间不露脸 他就是像Reno Run 本来Reno Run是个台前人物嘛 变成那个幕后人物 没有大力赛事也就没有曝光力 没有曝光力就是广告也接不上了 就健身房他也不开了 健身房不开了 健身房那老板他也或者健身教练赚不到钱了 普通的那个健身房的那个灰软 他也没办法是去颅体了 所以那个身体也是得把他断练嘛 另外那个体制包括那个游泳啊 你看新冠疫情这么严重 而且游泳它是每个人那个什么 口水啊什么都都在那个泳池里面 新冠疫情就是即使说是暂时说消失了 那个半年之内也就是也没人去游泳 因为那个就是担心应该挺大的嘛 因为那个口水截止 那位人可不是开玩笑的是吧 所以新冠疫情对那个体制的那个 普通人的游泳也是印象非常大的 本来说是北京说6月15号游泳馆开了是吧 健身教练的发呢发了朋友说说 20206月15号可以瑞他去学那个游泳了 新冠疫情又复发了 游泳池开放那时候 现在又又除销了 所以呢新冠疫情对那个 无论是奥运汇还是认动软 还是体育产业 还是个人健身游泳 这个的影响非常大的 今天那个新冠疫情 corona是2019对体制行业的影响 就分析到这里 感谢观看